香港普通家庭的生活 今天是妹妹四岁的生日 十点半了 她还没起床 我去叫醒她 baby 今天是我们妹妹的生日 我们要出去买巧克力咯 爸爸说今天晚上会给她一个惊喜 我准备带她上午出去逛逛 主打一个大开杀戒 让姐姐给她洗脸刷牙梳头 让她选条裙子 斟酌了半天最后选了这个兔子的 这是上次去长沙的时候阿姨买的 再加上这个Hello Kitty的夹子 今天就是公主本主了 出门去万尼 她还是挺矜持的 拿了第一罐巧克力就表示可以了 在我的鼓励下最后拿了三罐巧克力豆 23块5一罐 一盒巧克力蛋 29块7 一个Hello Kitty的唇膏 保不保湿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有Hello Kitty啊 路过化妆品柜台 我顺便再囤一个小金罐 排队去买单 今天运气挺好的 刚好赶上每周三万年的活动 今天买三样东西 够188就可以送一瓶洗洁精 新满意足的回家了 把妹妹送到学校 我和姐姐去买东西 去买一些妹妹喜欢的菜 晚上吃 还要做个蛋糕 买两块黄油 200克的 62块钱2块 买包巧克力布囊梨粉 39块 买两条鱿鱼须 34块钱 虾48一斤 这里40块钱 花甲今天比较小 20块钱一斤 买了一斤半 猪颈肉48一斤 买了54块钱 回到家开始做蛋糕 需要两个鸡蛋 一块无盐黄油 一包巧克力蛋糕粉 黄油120克先撑出来 放微波炉融化 倒入巧克力粉 再打两个鸡蛋 把融化了的黄油也倒进去 搅拌一下放点热水 搅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在盆底刷一点黄油 把粉倒进去 烤箱提前预热一下 上面80 下面180 烤35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有点晚了 我就先去接妹妹了 让他们先玩着 一会儿姐姐就提着蛋糕过来了 找条凳子切开 一人两块 姐姐手艺不错 感觉他们都很喜欢 我去拿定的蛋糕 今天店员还给了三个棒棒糖 真是暖心 蛋糕都没有帽子送的 我想去买一个 也没找到 回家姐姐开始炒菜了 爸爸也回来了 晚上吃这些 小兽型最爱的叉哨 一口咬下去 满嘴都是油 吃完饭看看爸爸的惊喜 原来又是一堆的Hello Kitty 到了蛋糕的环节了 然后开始打蛋糕了 是打不是切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蛋糕 敲碎里面也全是巧克力 今天是一个热量超高的生日